6号 乌克兰军队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境内 这是乌方自冲突爆发以来 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 对于乌军的此次袭击行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表示支持 但否认事先知情或参与其中 然而 有乌克兰官员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证实 西方事先的的确与乌克兰就袭击库尔斯克州一事 进行过讨论 有些事情必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 而且必须发生在局部层面 但这些都是伙伴间的讨论并没有公开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 15号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 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看来 这无疑是西方事先知情的最佳证明 事实上 自乌军突袭库尔斯克以来 类似的表态美国政府已经重复了多次 对于美国的说法 俄方予以驳斥 据俄罗斯消息报16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 美国声称未参与乌军目前在库尔斯克州展开的行动 这与现实不符 美国向来说一套做一套 没有美国的参与和协助 基辅不可能冒险进入俄罗斯领土 值得一提的是 据多家西方媒体和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乌军在库尔斯克攻势中 使用的北约武器来自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美国中情局前分析人士拉里约翰逊直言 北约多国武器装备进入俄罗斯领土 其幕后主使就是美国